隨此科技化時代來臨 南投縣政府也有意參考台中市政府 台中通的方式 以數位平台來打造 南投通整合縣政府服務 方便宣明做使用 對這樣的規劃 縣遠省數針相當認同 因此對此案的相關規劃 他在本日定期會中 也專程與縣府計畫出來進行探討 市長我們上一次有特別提過 南投通這個東西 縣政府服務及便民服務的整合 你們也持續的在跟台中市政府 的這個數位治理局來進行討論 那等於我這麼理解吧 就是南投通是勢在必行囉 我們一直在思考 是南投通嫁接台中通的一個必要性 那當然處長剛才有去提到 也許之後就會擴及成是一個 中部的中部通之類的 就是中部的縣市都可以使用 那所以你們預估現在南投通 使用的方式效益以及它的便利性 還有就是說有些民眾 可能會有個資上的疑慮 你們目前有思考到這個內容嗎 去年卡魯颱風清奇 仍然相災情嚴重 至今能有許多載損工程尚未修善完成 而持續發生災害 影響地方環境安全 而近期美雨季來臨更是災情不斷 仙遠寧庭里對此相當關心 所以本日定期會中 也特別就叫縣府園民局 來關進多項工程的執行進度 從去年風災到現在沒有颱風進來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我們仁愛鄉就沒有災情了 這些我跟大家分享的照片 都是前上個禮拜前幾天 美雨季節來的時候 我們仁愛鄉的災情還是不斷的發生 去年的風災到現在 核定下來有745件 那我記得在執行跟完工的部分有400多件 那還有200多件是還沒有進度的 所以我這邊想要就叫一下我們園民局 我知道就你們的職權範圍之內 有你們負責的摘修 那可以明確告訴我你們的進度在哪裡嗎 本日定期會中 仙遠審數真寧庭里用心問政 對於多項議題 都來向縣府相關局出示進行探討 也希望受到有關單位的重視 針對各項議題 緊速規劃出改善辦法 讓線內發展有效提升 記者盧依凱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